美国知名律师世家梅道家族第四代家族成员亚历克斯 被指控为了千万保险金杀害妻儿停案 今天终于有了判决 陪审团裁定被告两项谋杀罪名成立 处以30年监禁 民众得之后 欣慰正义终于得以伸张 南卡罗兰纳州总检察长维尔逊强调 无论犯案者是何方神圣 没有人能够凌驾法律之上 南卡罗来纳法庭12名陪审团 当地时间星期四展开将近三个小时商业后达成共识 宣布证据确凿 现年54岁来自显赫梅道法律家族的第四代成员之一 亚历克斯 被判枪杀妻儿罪名成立 囚禁30年已至终身监禁 意味着他余生都得在铁窗内度过 被告聆听裁决之后一脸落寞 转身就被预警上手铐带走 首席检察官沃特斯 结案之后向媒体透露 无论一个人的家世有多强 财势有多雄厚 犯错就要立正挨打 依法严惩 为自己的缺失行为负责 南卡罗莱纳州总检察长 威尔逊则异口同声强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都不得凌驾法律之少 Justice was done today It doesn't matter who your family is It doesn't matter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or people think you have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think how prominent you are If you do wrong If you break the law If you murder Then justice will be done in South Carolina And our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orked tonight It gave a voice to Maggie and Paul Murdoch Who were brutally mowed down and murdered On the night of June 7th 2021 By someone that they loved And someone that they trusted 据悉尽管艾利克斯承认 自己只是捏造案发当时 也就是2021年6月7号晚间的不在场证明 坚持不承认杀害52岁的太太马基 和22岁儿子保罗 但是基于他曾在过去审判期间 说谎供词反复 加上金融刑事罪案底一箩筐 大幅削弱陪审团 对他所给的证词可信度 最终决定给他治罪 还死者一个公道 综合外媒报道 检方透露当局破案的关键 靠的是陆友梅道 与妻儿对话的一小段影片 按背景声音 可以推断地点 就在命案现场狗笼旁边 但是基于早前调查人员 没有办法破解死者保罗的苹果手机 因此影片在案发一年多 才被调查人员发现 法官感慨 两名死者大概没想到 身边最亲密的人竟然会为了钱 雇佣杀手精心策划 准备杀掉包括自己在内的 所有家庭成员 简直丧心病狂 如今被告总算被判刑 让大家放下心头大使 打从1920年开始 这个赫赫有名的法律家族连续三代 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担任要职 几乎可说全权掌控着司法系统 负责当地所有刑事案件 也正因为这样有当地人干脆把整个区域称作梅道县 大烦 大烦 キ ling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